要说现在明星们最喜欢玩的是什么 那跨界应该能排上首位 不止明星 德云社不少女儿们也走上了跨界这条路 比如张云磊转行去当了歌手 还开通了自己的工作室 任云鹏转站娱乐圈 在综艺节目里混的也是风生水起 就连手班主郭麒麟 最近在舞台上也几乎消失 已经正式出道在影视圈活跃着 不过这虽然是跨界 但同样都是在公众面前活跃着 算不上跨度很大 有这么一个人才是真正在跨界里实现了飞跃 他本是武林拳师 却转身考了一个国家高级按摩师的证 不仅跨界与主持人精心互喷 还一边发文心疼曹云金 一边炮轰锅的刚缺德 甚至还骂越云鹏想弹头 能在界内做出这样大幅度跨界的 只有太极拳师雷雷 太极雷雷原名魏雷 是雷公太极的创始人 本是两袖清风的武林中人 一心钻研太极术和拳击等现代格斗 但是在这方面成就数是一般 逢场必打逢打必哭 这几乎成了雷雷的标签 真正让他走进人们事业的 还是要靠他的名言名句 其中近几年广为人知的 你强任你强一句 就是雷雷在打输比赛之后 用来抒发感情的 在连输多场比赛之后 雷雷似乎看透了江湖一般 考了一个国家高级按摩师证之后 宣布告别武林 不难看出 权势雷雷是很不看好武林这个行业的 认为打拳根本吃不饱饭 不知道这句话视频前的你是否听着有点熟悉 没错 当年曹云金大闹德云社后台 临走时也说了吃不饱饭这句话 或许两人有相似之处 雷雷对曹云金生出许多的行星相惜之感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前段时间曹云金的直播 说起来是直播和网友们拉近距离 其实在我看来 更像是曹云金和网友之间的一次较量 非要将彼此的执着比出一个高低来 曹云金执着的变着花样开直播 而网友们则是异常不变的责骂 无论是直播聊天 带货 甚至直播做饭 弹幕都是清一色的孽图 郭德纲加油一词 相比于第一次的被骂到直接关停直播 后来的曹云金应该是免疫了 认你怎么骂 我就是要播 网友们的愤怒似乎也成了一种习惯 认你怎么播 我就是要骂 在这场较量似有难分上下之势时 太极累累横空出世 当下站到了曹云金这一边 故意网友们放过曹云金 称曹云金只是想体面的活着 网友们的咄咄逼人 一定是受了郭德纲的蛊惑 说到这里 似乎被打通了任多二脉一般 转身就开始将目光集中在郭德纲身上 他不止一次说过郭德纲 应该叫郭纲 因为郭德纲本身缺德 厉害了 这雷雷扣字眼的能力 一看就是文化人呀 不止如此 对于老郭深爱的相声行业 也没有被雷雷放过 说郭德纲爱的只是挣钱的饭碗 真正的热爱和相声没多少关系 只不过是夸大其词 捧自己的低位罢了 厉害了 不知道这算不算蹭流量 毕竟现在的郭德纲正当红 无论是事业还是人脉 都是如热中天的时候 不管是谁 只要能和郭德纲来一场互撕 必定是一场能带着板凳看的大戏 而面对太极权势的雷言雷语 郭德纲似乎并不以为意 哪怕直到如今 也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雷雷眼看着 户怼变成了单口 也丝毫没有气馁 转身将目光集中在 德纲一哥月云鹏的身上 对于月云鹏 雷雷可是丝毫都没有客气 不仅说月云鹏 听老郭训话的时候 像个电线杆子 甚至说月云鹏 点头哈腰的样子 像极了弹筒 这就有点过分了 从人格侮辱 几乎上升到人身攻击 但有师父的不语理睬在先 月云鹏也只好忍气吞声 不语理会 眼看着这师徒二人 都没有动静 雷雷再次辗转到曹云鹏身边 明说着曹云鹏之所以退社 并不是因为没有能力 更多的是因为有想法 他只是一个想吃饱的孩子 只是想体面地活着 并不像农村出身 又受尽颠补的月云鹏一样 心理素质那么的强 更不像老郭说相声 只是为了逗观众一笑 没有信仰 没有文化 只会盲目地迎合社会底层 不能让曹云鹏这样优秀的孩子 体面地活着 说实话 雷雷为了曹云鹏 也是操碎了心 但在雷雷想让曹云鹏 体面地活着的时候 曹云鹏却并没有做出多少 体面的事情 不仅在妻子唐婉怀孕期间 被拍到与女粉丝 出入酒店等风月场所 还在妻子刚刚结束哺乳期 就与妻子协议离婚 拿出了500万的分手费 给唐婉 不知道这中间两人 有了什么样的协议 唐婉最终带着委屈和怨怼 在微博上发了一篇 朦胧的好聚好散喜白文 自此与曹云鹏分岛扬镳 两人自那之后 再没相见且不说 但是曹云鹏婚礼出轨 这个事情 就足以让他一声背着 抛弃妻子的骂名 如果这是家事 不足以为外人道 那还有一件真正的大事 是让曹云鹏实实在在的打脸 在今年闹得 轰轰烈烈的棉花事件中 几乎是全民抵制 耐克阿迪等品牌 曹云鹏却丝毫不顾及 自己公众人物的深恨和思想 跑到耐克的直播间 开始带货 一时之间风平满天飞 就这一点来看 不说一句毫无家国情怀 都对不起他这行为 除此之外 曹云鹏还上节目 公开谈过德纲 不仅在节目中 将曾经的师父 直接叫老郭 还执言自己没有师父 这话不论是谁听了 都会感到心寒 毕竟曹云鹏 曾是老郭全心相待 也将自己一身的本事 请能相受的得意弟子 而曹云鹏犯下这三宗罪 自下脸面 与此同时 也让雷雷的支持 显得多少有点卑微 眼看着在德宾社身上 得不到一点好 雷雷转而将目光 聚集在主持 可偏偏选谁不好 选到了有名的独师金星 要知道 金星的大嘴巴和直言不讳 在主持界也算得上是大名鼎鼎 可就算面对金星 雷雷也并没有手软 直言像金星这样的舞者 在泰国一抓一大把 还一直揪着金星的性别说事 甚至连历史书上的 言人弄权都说出来了 不仅如此 雷雷还在微博上呼吁 准备将曾经被金星攻击过的人 聚集起来 声援自尖 大家一起讨伐这名主持人 不过金星的直言直语 可不是谣传 自然不会像老郭和小月月一样 能置之不离 直接发文给予回应 还表示 最迎合的状态 应该是 少说话 多跳舞 吃别的太极雷雷 自此之后 也将自己的目光转移掉 不过根据最近的状态来看 他好像得是王思聪的瓜 哈哈 看来他还真是闲不住呢 从武林跨界到喷主持人 从主持人和相声界准备开丝 不得不说 雷雷想出名的心 有些过于迫切了 在武林界 你可以说 嘴皮子厉害 毕竟能说出 你强认你强这样的话 并没有几个 但是 当你走出武林 想要出道的时候 偏偏选的 都是专业的 嘴皮功夫的人 你说相声演员和主持人 哪个不比你厉害呢 雷雷这一怪异的行为 也被网友们笑称 武林界的嘴强王者 以及相声界的吃别王者 但目前来看 雷雷好像是找准了方向 毕竟司聪的嘴皮子功夫 和老郭和金星等人 还是差得远呢 不知道视频前的你 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江山父老能容我 点个小赞 让我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